剛剛參與完海外慈青幹訓營 以及全球慈青日的海外慈青同學們 有99位留下來在台灣 繼續參與醫療志工 還有人是到老人之家跟阿嬤 阿公阿嬤熱情互動 溫暖的氣氛充滿整個空間 慈青用歌曲帶給阿公阿嬤歡樂 來自全球各地的99位慈青 把握元旦時間 一起到東區老人之家做志工 用自己熟悉的語言唱歌跟阿嬤溝通 來自日本的乾和義工 第一次到台灣參與志工 就讀醫學系的他 更期許自己未來可以永保慈悲心 我是醫學部的學生 從來自醫師 醫師幫助患者 來自美國亞特蘭大的慈青馬慧琦 接觸慈濟只有三個月 第一次到安養機構做志工 和爺爺奶奶互動時一點都不生疏 我會把說話的速度翻得很慢很慢 會一個字一個字的問 然後也會用我 蹩腳的剛學到的台語問 C你好 B好之類的 但是我覺得 只要大家心是貼近的 歡樂是可以分享的 元旦假期這群年輕人把握時間 沒有選擇去玩樂 只有用一顆充滿熱忱的心 一起為這個社會注入暖流 大愛新聞曾經文 劉洪志華聯報導